我記得大事 這真的是出大事了 哎唷喂 嚇死人 冠婷 是 拜登突然間 睡了一夜之後 發表 他在他的X上面發表 對 我要退選 是 嚇死人 民主黨要決定大反攻了 我決定不接受提名 並將所有精力集中在我 剩餘任期作為總統職位上 第一個 他要繼續當總統 六個月 但不當總統參選人了 第二個 他支持賀錦麗 他希望民主黨支持他 我先講 有一個訊息 到此時此刻錄影的時間為止 民主黨另外一個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裴若曦還沒有表態 所以大家都在等裴若曦會不會表態 為什麼呢 因為8月19號芝加哥 要舉行全國代表大會 民主黨可不可以提名賀錦麗 執行拜登的意志 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呢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關鍵的狀況是 那如果賀錦麗接棒 民調反應怎麼樣 CNN最新民調出來囉 跟川普的距離 非常非常非常的近 我講三次非常近 為什麼 只差一% 好近喔 這根本就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因為柯文哲他們是6% 對 柯文哲6% 好 馬關條約 川普支持度48% 賀錦麗支持度47% 所以如果真的推出過賀錦麗 入死隨手可能還不知道喔 而且我覺得賀錦麗啊 對美國來說其實還蠻好宣傳的 就是美國沒有出過女總統 對 美國沒有出過女總統 美國第一女總統 其實這口號也是蠻不錯的 很多特色啦 也說包含有色人走王 包含是女性啊等等 這些對 他倆是優勢 好 可是呢 這還是要提一下 他的劣勢是 他其實好感度 沒有拜登這麼高 這是他的劣勢 好感度比拜登低啦 那他目前呢 有國會山莊所做出來的民調是說 他比川普落後2% 但是我 好 再講幸福真的 我再講一句 但他現在的優勢是 他募款非常的厲害 對 本來我們大家認為說 如果是拜登的時候 他募款完蛋了 結果沒想到喔 那個一提名 這個賀錦麗之後 他前幾天創下 21號一天的時間 募了 美金4600萬 台幣15億 一天 一天一天 哇 賀錦麗啊 這麼強 對 對 基本上比之前呢 那個所有 這所有拜登在選舉以來 任何單日都還要高數倍 所以基本上民主黨 現在金主們 欸 金主爸爸媽媽們 現在捐錢不手軟喔 好 但是最後一點時間 辛普申真的很強欸 又來了 又來了 我們過去辛普申 做了很多預測嘛 對 包含阿諾當州長 對 包含川普當總統 對 現在 難道 辛普申家族 預言 所謂的麗莎當選美國首任女總統 就是在講賀錦麗嗎 欸 他這個很久以前 2020年的卡通欸 欸 當時啊 這個做出來的時候 這很恐怖欸 那你先看一下喔 這一部 這個卡通出來之後啊 你看他的穿著 是不是有一個項鍊 白色項鍊 紫色的衣服 對 然後呢 這個穿著剛好跟誰一樣 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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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耳環 蘇姨姐就不會內行的 對 耳環 對 耳環 完全都一樣喔 對 所以這跟2020年 賀錦麗就職副總統的穿搭 幾乎一模一樣 對啦 好恐怖喔 所以有人就講說 辛普申的預言是不是又要中了 你可以預言阿諾 可以預言川普 會不會賀錦麗也中 欸 所以賀錦麗如果真的選上 以後我們要改名花枝 這樣很難聽喔 我跟大家報一個八卦好不好 有人有此一說啦 朋友最後不加班 但一分鐘加班一下 有人說因為辛普申太紅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說 政治人物 美國政治人物會回去看辛普申 然後故意打扮成辛普申的樣子 然後變成總統 這是有一個陰謀論講的啦 就是你只要這樣做就神預言嘛 就跟有人就先去跟那個 廟裡的基童講好 然後說你會當總統一樣的 有人又此一說 好 最後一個 也有另外一個預言喔 有美國一個牧師 這一個比格師 他在3月15號預言 川普會被暗殺 而且幼兒中彈 天啊 那但是有人講的其實不準啦 他是幼兒受傷啊 但是不是中彈 但不管 但還是很準啦 基本上講說會有總統被暗殺 然後幼兒還會中彈或受傷 這都是神道不能再神 所以到底牧師預言家比較準呢 還是辛普申比較準呢 不知道 反正再過六個月就知道真相了 好的 感謝冠廷 補充一點就是貝衛元首可能當元首 所以我們要鼓勵貝衛中指尾 繼續加油 張文堅當中指尾 他也要貝衛兩個字 真的很好用有沒有 然後這個其實 川普的粉真的是還蠻瘋狂的 支持他到每個人都把耳朵 貼了一個白紗布 因為在表達他們力挺川普 我覺得嗯 對 就是整個政治熱度都有吵起來 對